感觉有大事即将发生 各种图表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人口每年的增长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网站地址 一美元能买到的存储容量 它们都在世纪之交后飙升到一个渐进点 起点 在那里 一切我们已知的都将结束 某些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的将会诞生 千年时钟 丹尼 希利斯 Dani Helis 预言在耶稣降临后的第一个千年之交 世界并未像传说的那样毁灭 其后 在过去的一千年里 公元两千年的到来一直困扰着西方人的想象 神学家 传教士 诗人和预言家都在张望着本世纪最后十年的结束 期待着历史性事件的发生 权威如伊萨克 尤顿 也曾经预测 整个世界将随着两千年的到来而结束 另外一种说法 尤顿预言 世界将会在2060年重置 米歇尔 德·诺斯特拉达姆斯 迈克尔·纳斯特达姆斯 他的预言首次出版于1568年 每一代人都读过 他预告 基督的敌人将会在1999年7月到来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 荣格 集体无意识的鉴别大师 预言一个新时代 会在1997年来临 这些预言也许很可笑 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大众不确定该相信什么的时候 预言会焕发出一些病态的吸引力 在过去的250年里 一种对未来的不安 给西方社会特有的乐观主义 染上了阴影 各地的人们都犹豫不决 忧心忡忡 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 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 他反映在民意调查中 登记在选票箱中 就像在乌云密布 闪电到来之前 大气中看不见的离子的物理变化 已经预示了雷雨即将降临 如今在千禧年的黄昏 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预感 一个又一个人 在一种行将结束的生活方式下 感受到时间就要燃尽 随着最后十年的过去 一个肃杀的世纪 同时也是人类成就辉煌的一千年 就此告以终章 所有的一切都将因两千年的到来 而画上句号 你地上不再听到强暴的事 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 出自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 我们相信并将论证 西方文明的现代阶段 也将随之结束 像许多早期探索一样 本书尝试在黑暗之中 凝视一个模糊的玻璃杯 勾勒出它尚未成型的 未来的模样和尺寸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的作品就是 Apocalypse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意 即末日启示录 Apocalypse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 揭开灭纱 我们相信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即主权个人的时代 即将被揭幕 我们正在目睹 一个崭新逻辑空间的开始 一个及时的电子万物场 我们可以访问 走近和体验 简而言之 一种新型社区 在向我们走来 虚拟社区将成为 世俗天国的模范 正如耶稣所说 在他富的天国里 有众多华夏 因而 也会有众多的虚拟社区 每一个都反映 他们自己的需求和愿望 迈克尔 格鲁索 迈克格鲁索 人类社会的第四阶段 本书的主旨 是探讨一场 新的权力革命 他将以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毁灭为代价 解放出个体 创新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改变了暴力的逻辑 并且正在革新未来的边界 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 你们正站在一场 有史以来最宏大的革命的门槛上 微处理的速度之快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他将颠覆和摧毁民族国家 并在此过程当中 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场变革绝非儿戏 他所带来的挑战 是前所未有的 与既往的任何事物相比 他发生的速度都难以置信 纵观历史 从最初时期到现在 人类的经济生活 只经历过三个基本阶段 一 狩猎和采集社会 二 农业社会 三 工业社会 现在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 是一个崭新的阶段 也就是人类社会组织的 第四阶段 信息社会 前面的几个社会阶段 对应着暴力演进 以及人类控制暴力的不同时期 我们将详细阐释 信息社会有望极大的 减少暴力的回报 部分原因是它超越了地域性 新的千年 掌控大规模暴力的优势 可能会远远低于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任何时候 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中之一是犯罪率的上升 当有组织 大规模的暴力的回报率下降时 较小规模暴力的回报率 则很可能会上升 暴力将变得更加随机和局部 有组织犯罪的范围会扩大 我们将就此做出解释 从逻辑因果来看 暴力回报率的下降 将导致政治的暗淡 很多证据表明 二十世纪支撑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公民神话 正在被快速地抛弃 共产主义的死亡 只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我们将详细探讨 西方政治领导人的道德败坏 以及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 绝非偶然 它证明了民族国家的潜力已经耗尽 人们不再相信 政客口中的陈词烂调 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历史将会重演这种情形 与过去惊人的相似 每当发生技术变革 旧的规制 就会被新的经济驱动力甩脱 社会的道德标准随之改变 人们开始越来越不懈地对待 旧体制的掌权者 在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达成一致之前 这种普遍的反感 往往已经显露出来了 十五世纪末就是如此 当时的教会 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主导机构 尽管人们还普遍相信教职的神圣性 但是无论高级 还是低级的神职人员 都遭到了极大的蔑视 这与今天的人们 对待政治官僚的态度并无二致 当今的世界被政治所充斥 与十五世纪末 宗教充斥一切的生活相类比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十五世纪末 支撑宗教制度的成本 已经到了历史的最顶点 就像今天政府的成本 已经到了极限 抵达衰败的边缘 我们都知道 在火药革命之后 有组织的宗教 发生了哪些变化 技术的发展 创造了强大的动力 促使宗教机构 缩减规模 降低成本 在新千年的初期 一场类似的技术革命 注定将彻底缩小 民族国家的规模 今天 经过一个多世纪 电力技术的发展 我们已经将自身的 中枢神经系统 扩展到了全球 五远福界 就我们这个星球的范畴而言 空间和时间已经被废止 马歇尔 迈克卢汉 Marshall McClellan 1964年信息革命 随着大系统的加速崩溃 作为塑造经济生活和收入分配的一个因素 系统性的强制将会示威 很快 在社会机构的组织中 效率将会比权力的分配更加重要 在网络空间 一个全新的经济领域将会出现 它不受人身暴力的制约 最显著的利益将会流向认知精英 他们将越来越多地 在政治的边界之外进行运作 他们在法兰克福 伦敦 纽约 布宜诺斯 爱里斯 洛杉矶 东京和香港 都有著作 国家内部的收入会更加不平等 但是在这些管辖区 收入将更加平等 主权个人这本书 会探讨这场信息革命 将带来的社会和金融后果 我们的愿望是 帮助你抓住新时代的机遇 并避免被它的冲击波给摧毁 如果我们预期的事情 有一半会发生 你就像面临时所罕见的沧海巨变 2000年的变革 将改变世界经济的特征 不仅翻天覆地 而且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迅猛无比 它不会像农业革命 需要几千年的时间 也不会像工业革命 蔓延几个世纪 信息革命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 更重要的是 在世界各地 它几乎会同时上演 技术和经济的创新 将不再局限于一小部分地区 它对旧世界的突破 如此高原 乃至古希腊等早期农业民族 所幻想的众神的先进 都将成为现实 多数人不愿意承认 但事实将会证明 大多数的当代组织 在新的千年里 在很大程度上 都很难或者不可能存在 信息社会一旦形成 它与工业社会的区别 将像埃斯库罗斯的希腊 与学居人的世界的差别一样大 姐夫的普罗米修斯 主权个人的崛起 最令人鼓舞的事情莫过于 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 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 而这种能力 无庸置疑 亨利 戴维 梭罗 Henry David Thurow 这场转型 带来的既有好消息 也有坏消息 好的一面 信息革命将是个人 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 有能力自我教育的人 将第一次完全自由地 创造自己的工作 实现自身生产力的全部利益 天才将得到释放 既不受政府的压迫 也不受种族和民族偏见的拖累 在信息社会里 任何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 都不会被别人的错误意见所羁绊 地球上的大多数人 不管他们对你的种族 长相 年龄 性取向 发型的看法如何 都无关紧要 在网络经济中 他们永远不会看到你 丑陋的 肥胖的 年老的 残疾的 将完全匿名的 在网络空间的新疆域 与年轻漂亮的人平等竞争 思想极是 财富在信息时代 英雄不问出处 才能 无论他在哪里出现 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回报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财富的最大来源 将是你脑子里的想法 而不仅仅是物质资本 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人 都有可能成为富翁 信息时代 将是一个向上流动的时代 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 有几十亿人 从来没有充分分享过工业社会的繁荣 信息时代将为他们带来更加平等的机会 那些智慧过人能力出众充满报复的个体 将会作为真正的主权个人涌现出来 主权个人处在生产力的最高峰 他们之间的竞争和互动 简直与希腊众神之间的关系遥相呼应 下一个千年 网络空间将成为神秘莫测的奥林匹亚山 它没有实体 看不见摸不着 但有望在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 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到2025年 网络经济的参与者将数以百万计 他们中间将会出现很多个比尔 盖茨 每个人都身家百亿美元 那些年收入不到20万美元的人 将成为网络穷人 没有网络站 没有网络税 没有网络政府 未来30年 最伟大的经济现象 很可能是网络经济 而不是中国 好消息是 在这个新的领域 政客们要支配 压制 管理大部分商业 其难度不亚于古希腊城邦的立法者 想修剪宙斯的胡须 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 会从政治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将迫使参与的政府组织 必须按照更贴近市场规则的方式运行 最终 他们将别无选择 只能把国土内的人民当作客户去服 而不能再像有组织的犯罪分子那样绑架勒索 超越政治神话中所描述的众神的世界 将成为个人可行的选择 那就是一种国王和议会无法触及的生活 开始是几十人 然后是几百人 最终是几百万人 个体将纷纷摆脱政治的束缚 他们的成功将改变政府的性质 缩小强权的领地 扩大私人控制资源的范围 主权个人的出现 将再次证明神话的奇特预言力 早期的农牧民族 对自然法则几乎一无所知 在他们的想象中 我们应该称之为超自然的力量 无处不在 这些力量有时由人运用 有时被神的化身运用 在詹姆斯 乔治 弗雷泽爵士的金之中 描述了一种伟大的民主 在那里 神的化身看上去和人一样 并且与人们互动 当古人想象到宙斯的孩子们 就生活在他们中间 这激发了他们对魔法的深刻信仰 与其他原始的农耕民族一样 他们敬畏大自然 并且迷信地认为 自然界的造化 是由个人的意志和魔力所促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对自然和神灵的观念 并非一种自觉式的预言 他们远没有预见到 微处理技术的出现 他们无法想象到 在数千年之后 这项技术对提高个人编辑生产力 所产生的影响 他们当然也不可能预见 权力和效率之间的平衡 将因此而被改变 创造和保护财产的方式 也因此而被改写 然而 古人们在编织神话故事时 所想象的 与你可能会看到的世界 将产生奇特的共鸣 新的Abroke Dabro咒语 例如 召唤魔法时念的咒语 Abroke Dabro 就与我们登录计算机的密码 有很奇怪的相似之处 在某些方面 高速计算 已经使我们可以施展 类似精灵的魔法 初代的数字仆人 就像被封印在魔灯中的精灵一样 被封在计算机之中 听从机主的召唤 执行他的命令 信息技术的虚拟现实 将拓宽人的愿景 使人类能够想象到的一切 都看上去和真的一样 远程呈现 赋予人类以超自然的速度 跨越距离 从万里之外监控事件的能力 就像希腊人认为的 赫尔莫斯和阿波罗那样 信息时代的主权个人 犹如古代和原始神话中的神一样 在适当的时候 会享有一种外交豁免权 摆脱古今中外的凡人 都备受困扰的政治问题 新的主权个人 和那些受支配的普通人 生活在同样的物理环境中 但在政治上 他们却处于一个独立的空间 就像神 主权个人将掌握更多的资源 并且超越于强权之外 在新的千年里 他们将重新涉及政府 重新配置经济 这种变革的深远影响 难以想象 天才与天成 对于任何一个 追逐理想和成功的人来说 信息时代的回报 将无与伦比 这无疑是几代人以来 最好的消息 但也是一个坏消息 基于个人自治的 新型社会组织 以及建立在能力之上的 真正的机会均等 会使才能出众者 得到超级的回报 和个人自主性 但是 个人要对自己担负的责任 也会远远超过 他们在工业时期所习惯的 此外 在整个20世纪 先进工业社会的居民 享受了不劳而获的优越生活 这种优势也将被削弱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 1997年之前 世界上前15%的人口 人均年收入为 21000美元 其余85%的人 平均年收入 只有1000美元 在信息时代的新环境下 过去囤积起来的巨大优势 必将烟消云散 随着它的消散 民族国家大规模 重新分配收入的能力将崩溃 信息技术 加剧了各管辖区之间的竞争 技术是流动的 交易是在网络空间进行的 任何人只要有一台便携式电脑 和一条卫星网络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 从事几乎任何信息业务 包括世界上 数以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 当这种发展愈演愈烈 政府将无法再为他们的服务 收取超出其价值的费用 这意味着 你不再需要为了高收入 而不得不生活在高税率的国家和地区 在未来 大多数财富可以在任何地方赚取 甚至可以在任何地方消费 到那时 政府试图对它的永久居民 收取高额的服务费 只会丢掉他们最好的客户 如果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 我们相信它是正确的 那么大家所知道的民族国家 将不会再以任何类似 现在的形式而存在 国家的终结基础的变革 将削弱占支配地位的机构权力 这势必会导致紊乱和危险 就像在现代社会的早期 君主 灵主 教皇和权贵们 为了维护他们习惯的特权 而发动残酷的战争一样 今天的政府也同样会使用暴力 以隐蔽的 武断的手段 试图推迟或阻止末日的到来 面对技术对权力的挑战 国家会像采用一系列无情的外交手段 就像以往与其他政府打交道一样 去对付主权个人 也就是他的前公民 1998年8月20日 美国发射了一颗价值约2亿美元的战斧式 BGM-109海射巡航导弹 轰炸一个据称与流亡的沙特亿万富翁乌萨马 本拉登有关的目标 这一事件为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增添了轰动效应 美国还同时摧毁了苏丹喀土木的一家制药厂 更为本拉登增添了荣耀 拉登成为历史上第一人 因为他的卫星电话而成为轰炸目标 本拉登作为美国头号敌人的出现 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尽管他拥有数亿美元 但是一个个人 现在居然可以被令人采信 描述为对美国这个工业时代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巨大威胁 美国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 在声明中把本拉登描绘成一个跨国恐怖分子 是美国的一大劲敌 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对苏联的宣传 将本拉登提升为美国主要敌人的军事逻辑 也将体现在政府与其国民的内部关系中 越来越严厉的税收技术 必然会导致政府和个人之间出现一种新型的谈判 技术将使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主权 而他们也会像主权组织一样被对待 有时候作为敌人被暴击 有时候是平等的谈判对手 有时候则成为了盟友 但是无论政府多么冷酷 对他们来说 即使与中情局和国税局的联姻用处也都不大 特别是在过渡时期 要求与主权个人谈判的呼声与日俱增 而这些人的资源可不再那么容易被控制 信息革命不仅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危机 而且会使所有的大型机构解体 在20世纪 14个帝国消失了 帝国的瓦解是民族国家本身消亡过程的一部分 政府将不得不适应日益增长的个人自主权 税收能力将骤降50%至70% 较小的管辖区可能会更加成功 制定有竞争力的条件 以吸引有能力的个人及资本 相比在各大州 非地更有机会赢得这个挑战 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解体 现代的野蛮人将会更多的在幕后行使权利 就像俄罗斯黑手党这样的团体 包括前苏联的骨干成员 其他种族的犯罪团伙 名流 独销和辩解的秘密机构 他们将制定自己的法律 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现代的野蛮人已经侵入了民族国家的体内 只是没怎么改变他的外表 这一点远远超出人们普遍的认知 他们是微型的寄生虫 以垂死的系统为实 就像战争中的国家一样 这些团体在更小的范围内 使用国家级的技术 残暴且不择手段 微处理技术 缩小了团体必要的规模 便于更有效的使用和控制暴力 随着这一技术革命的展开 暴力掠夺会越来越多地 在中央的控制之外 而遏制暴力的努力 也将更多地转移到高效率的手段上 不再取决于权力的大小 历史的逆转民族国家 在过去五个世纪的演进 在信息时代将被新的发展逻辑所颠覆 地方性的权力中心将重新确立 因为国家主权将变得支离破碎 互相重叠 有组织犯罪的与日俱增 只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反应 跨国公司已经不得不把大部分工作分包出去 除了必要的部分 一切大型的企业集团 如AT&T UNISYS和ITT 为了更好的运作 已经把自己分拆成了几个公司 民族国家就像一个笨重的集团公司 将不得不下放自己的权力 但是在发生金融危机 并迫使它这么做之前 可能性不大 不仅世界上的权力在发生变化 工作也在变 这意味着商业的运作模式 也将不可避免地改写 虚拟公司证明了 随着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不断下降 企业的性质正在发生全面的转变 信息革命带来的影响 不仅将使公司解体 也会使所谓的好工作消失 在信息时代 工作是指一个项目或任务 而不再是你拥有的一个职位 微处理技术创造了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 超越领土与边界 这种超越 也许是自亚当和夏娃 被造物主从伊甸园赶出去之后 最具革命性的发展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随着技术革新人们使用的工具 法律将会过时 道德将被重塑 观念将被改写 本书会解释这种转变的发生 快速发展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 使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工作地点 互联网上的交易可以被加密 税收部门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捕捉到 几乎不可能 离岸的免税资金的复利增长 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岸资产 而这些在岸的 还要遭受20世纪民族国家 征收的高额税赋 前几年之后 世界上的大部分商业 都将迁移到网络空间 在这里 政府的统治力 并不比他们对海底和外星的统治强多少 自古以来 身体暴力一直是政治最初及最后的威胁 在网络空间 这种威胁就失灵了 在网上 温和的人和强壮的人 在同等的条件下相遇 网络空间是终极的离岸管辖区 免税的经济体 像满钻石的空中百目大 当这个最大的免税天堂 完全对商业开发时 基本上所有的资金都将成为离岸资金 由其所有者掌控 他带来的后果将如瀑布般倾泻而下 长期以来 国家已经养成了习惯 对待他的纳税人 就向农民对待奶牛 把他们捐在农场里挤奶 但是不久之后 奶牛将长出翅膀 国家的复仇就像一个绝望的农夫 国家一开始肯定会采取绝望的措施 去围堵和阻碍逃跑的牛群 他会使用隐蔽的 甚至是暴力的手段 限制人们获得和使用解放性的技术 但是这种权宜之计 根本于事无补 只能暂时奏效 二十世纪的民族国家 带着他所有的虚伪造作 将随着税收的减少而饿死 当国家发现 无法再通过增加税收 来满足自己运转的支出时 他会采取更加绝望的措施 其中之一就是印钞票 所有的政府都已经习惯了 对货币发行的垄断 并且可以随心所欲的贬值 这种任意而为的通货膨胀 是二十世纪所有国家 货币政策的突出特点 即使是战后最好的国家货币 德国马克也从1949年 1月1日到1995年的6月底 贬值了71% 美元同期则贬值了84% 这种通胀的效果 和对所有持有货币的人 征税是一样的 后文我们将会探讨 随着加密货币的出现 通货膨胀将在很大程度上 叠并除 得益于新的技术 财富的持有者 可以绕过发行和监管货币的 现代国家的垄断机构 国家继续控制着工业时代的印钞机 但是他们控制世界财富的重要性 将被没有实体存在的 数字算法所超越 在新的千年里 私有市场控制的网络货币 将取代政府发行的法币 只有穷人会成为通胀 以及随之而来的通缩的受害者 这是不断地向经济注射法币 制造人工杠杆的必然后果 即使传统上很文明的国家 当税收和通胀的恶化 超出政府习惯的范围 也会变得恶劣不堪 随着征税越来越难 一些古老的武断的税收方式将重建江湖 终极形式就是预扣税 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劫持人质 当财富外流加剧 一些火烧没毛的政府将会拿起这一武器 不幸的人会发现自己被选中 以一种近乎中世纪的手段进行敲诈勒索 向个人提供 有利于实现自制能力的服务的企业 将受到渗透破坏和干扰 任意没收财产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 现在每周发生5000起 未来会更加普遍 政府将侵犯人权 审查信息的自由流动 破坏有用的技术甚至更糟 西方政府将使用必用极权手段 压制网络经济 就像已经解体的苏联 曾经出于同样的原因 试图阻挠个人使用电脑和失乐易刷机 但最终徒劳无功 卢德分子的归来政府的强制手段 可能会得到某些人的欢迎和支持 个体解放和个人自治 虽然是好事 但是对许多被转型危机吓坏了的人来说 则是一个坏消息 他们不期望自己会成为新的社会结构中的赢家 1998年亚洲经济崩溃之后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穆罕默德实施了严厉的资本管制 明显很受欢迎 这说明了对民族国家主导的 老式的封闭型经济 仍然抱有热情的大有人在 无可逃避的转型危机将导致怨恨 而怨恨助长人们对过去的怀旧 最大的怨恨可能主要来自于 目前富裕国家的中等人才 他们会尤其觉得 信息技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 强权组织的受益者 包括数百万接受政府再分配的收入的人 也会对主权个人的新自由非常不满 这会很好的说明一个道理 屁股决定立场 有时候我想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为一小撮陌生人的命运 感到如此深沉的痛苦 他们在数百英里外的球场上 与另外一群陌生人比赛 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热爱我的球队 虽然有风险 但投入关心是值得的 竞技让我热血沸腾 心潮澎 充满自豪 我喜欢冒险 在赛场上 生命更加鲜活 克雷格 兰伯特 但是 如果把未来转型危机中产生的所有敌对情绪 都归结为 以他人为代价 来满足自己欲望的思想 也是一种误导 它其实涉及更多层面 人类社会的特点表明 对于即将到来的乐德式反应 必然会发生道德层面的误导 你可以把这种反应看成是赤裸裸的欲望 带着一顶道德的假发 在激发行动方面 自以为是的愤怒 要比自觉的自私自利有利的多 二十世纪公民神话的魅力 虽然正在迅速消退 但它并不缺乏真正的信徒 正如克雷格 兰伯特已用的这段话 很多人需要归属感 他们渴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 同样的认同需求 可以激励体育爱好者成立组织 也可以激励很多人成为党员 二十世纪的每个成年人 都被灌输了二十世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工业社会的道德残余 至少会刺激一些新乐德分子 对信息技术发起攻击 这些可能发生的暴力行径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认为它属于一种道德上的不合时宜 也就是把一个经济阶段的道德标准 应用到另外一个阶段 每个经济阶段都有他自己的道德准则 以便在该特定生活方式下的人们 在面临选择时 能够克服他特有的动机陷阱 就像一个农业社会的人 不会按照爱斯基摩人的道德准则去生活 信息社会的道德标准 也不会满足二十世纪国家的需求 因为后者的道德 是为了促进一种好战的工业国家的成功 我们将解释其中的原因 在未来的若干年内 道德上的不合时宜 将在西方的核心国家出现 就像在过去的五个世纪 人们在边缘国家所看到的那样 西方的殖民者和远征军 在遇到狩猎和采集的原住民 以及那些依然为农耕社会的民族时 就激发了上述的危机 当新技术被引入到不合时宜的环境中 势必造成社会混乱和道德危机 基督教的传教士能够成功转化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 外部突然强加的权力变革导致的地方危机 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上半叶 这样的遭遇一次次第发生 我们预计在新千年的初期 随着信息社会取代那些按照工业路线组织的社会 类似的冲突也将上演 对强权的怀旧信息社会的兴起不会受到普遍的欢迎 不会被所有人视为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历史新阶段 每个人都会感到一些疑虑 即使是从中会议最多的人也不例外 很多人会敌视破坏领土民族国家的创新 任何形式的激进变革都会被视为是江河日下越来越糟 这是人类的一个本性 500年前 伯耿蒂公爵身边的陈仆们会说 破坏封建主义的创新是邪恶的 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迅速的下滑 而后来的历史学家看到的 则是人类潜力大爆发的文艺复兴 同样 有一天从下一个千年的角度看 信息革命可能被视新文艺复兴式的发展 但在20世纪疲惫者的眼睛看来 却是可怕的 在这种新的发展方式下 感到受冒犯的人或者丧失竞争优势的人 他们的反应可能会极不友好 在这场向新型社会组织的激烈过渡中 遭遇这些辛卢德分子 在某种程度上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 准备好躲避吧 因为变化的速度太快 远远超过活着的人 在经济和道德上的适应能力 可以预计 尽管信息革命有解放未来的伟大使命 但它将遭到愤怒的抵制 一系列的转型危机摆在面前 你必须理解并为敌对情绪做好准备 随着时间发展 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过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将被证明 不足以在应对新的分散的跨国经济的挑战 通货紧缩的悲剧 类似1997年和1998年 席选远东 俄罗斯 并传染了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基容危机 将会零零星星的不断爆发 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对现代国家的颠覆 超过自哥伦布航海时代以来 其他任何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威胁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当权者对破坏其权威的发展 很少和平以待 这一次也不例外 新旧之间的冲突将会影响新千年的最初几年 我们预计这将是一个充满巨大危险和回报的年代 在某些领域 文明的程度可能大大降低 而在其他方面发展则是空前的 越来越有自制能力的个人和破产的绝望的政府 将在一个新的文明分野中互相对峙 我们期待在这次转型结束之前 看到主权性质的彻底改组和政治的实质性死亡 国家对资源的支配和控制将被取代 政府现在提供的几乎所有服务将注定被私有化 我们将会在书中探讨 由于无可避免的原因 信息技术将摧毁政府就其服务进行收费的能力 而这些服务 对你以及其他付费的人来说 原本就是物非所值的 政府将不得不应答主权的含义 罗伯特 马丁朗逊科技首席技术官 通过市场实现主权 仅仅在十年前 很少有人能够想象 面对领土上的民族国家 通过市场机制 个人能够实现越来越大的自主权 现在 所有的民族国家 都面临着破产和权威的迅速消解 尽管依然强大 但他们保有的是抹杀的权力 而不是令人言听计从的权威 他们的洲际导弹和航空母舰 已经变成了文物 就像封建时代的最后一匹战马 威风凛凛 但毫无用处 通过改变资产创造和保护的方式 信息技术可以使市场急剧地扩张 这完全是革命性的 事实上 它对工业社会的革命力度 将超过火药对封建农业社会的 2000年的变革 意味着主权的商业化和政治的死亡 就像枪支意味着基于宣示的封建主义的消亡 公民意识将走向歧视精神的道路 我们相信 个人经济主权的时代即将到来 正如曾经被国有化的钢铁厂 电化公司 矿山和铁路 在世界各地被迅速私有化一样 很快你将看到私有化的终极形势 个人的全面非国有化 在新的千年 主权个人不再是国家的资产 不再是国库资产负债表上 一个适时的项目 在2000年的转折之后 非国有化的公民 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公民 而是政府的客户 带宽超越边界 就像封建主义崩溃之后的 歧视誓言一样 民族国家针对公民身份的 各种条款和条件 在主权商业化之后 将会过时 21世纪的主权个人 在与国家强权的关系中 不再是一个被征税的公民 而是在一种新型逻辑空间 运作下的政府的客户 他们将为自己所需要的 最低限度的政府讨价还价 并按照合同付款 与几个世纪以来 人们所习惯的不同 信息时代的政府 将通过新的原则组织起来 一些司法管辖区和主权服务 将建立在一种 同类匹配的系统上 在这个系统中 亲密关系 包括商业好感 是虚拟管辖区获得忠诚的基础 新的主权国家 还有可能是中世纪组织的延续 虽然这种情况很罕见 例如 有900年历史的耶路撒冷 罗德岛 及马尔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 更广为人知的名字 是马尔他骑士团 该组织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团体 目前有一万名成员 年收入达几十亿 马尔他骑士团 发行自己的护照 邮票和货币 并且与七十个国家 现在有一百多个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 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正在与马尔他共和国谈判 以重新获得圣安截洛宝的所有权 占有这个城堡 会使骑士团弥补他们缺少的领土要素 然后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 马尔他骑士团 有望再次成为一个威形的主权国家 它悠久的历史 使其能够很快被合法认可 在1565年的马尔他之围中 正是骑士团从安截洛宝击退了土耳其人 事实上 在那之后 他们统治马尔他很多年 直到1798年被拿破仑驱逐出境 如果马尔他骑士团在未来几年内回归 那将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正 法国大革命之后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 在人类历史上 多种主权形式同时共存才是一种常态 一星卫星电话网络 今天的话就是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后现代主权模式 它也是建立在同类匹配的基础之上的 乍一看 你可能会觉得 把蜂窝电话服务当作一种主权很奇怪 然而一星公司已经被国际普遍承认为一个虚拟的主权国家 一星是一种全球移动电话服务 通过它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从新西兰的费瑟斯顿到玻利维亚的查科 你都可以用一个独立的号码接听电话 考虑到全球电信的结构 为了使电话能够转接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一星用户 国际电信当局必须接受一星是一个虚拟国家 有自己的国家通信代码 即8816 从一个由卫星电话用户组成的虚拟国家 到网络上跨国界的连接更紧密的虚拟主权社区 从逻辑上说是很短的一小步 自从晶体管被发明以来 带宽或者说通信媒介的承载能力 相对于计算能力一直在成倍的增长 按照设想 如果这个趋势延续下去 那么在千年之交后不久 带宽将足够强大 使元宇宙Motivors 能在技术上得以实现 元宇宙是科幻小说家尼尔 斯蒂芬森在几年前构想出来的一个网络世界 它是一个密集的虚拟社区 有着自己的法律 我们相信 随着网络经济不断繁荣 它的参与者必将会想方设法 去规避民族国家不合时宜的法律 新的网络社区 至少会像耶路撒冷 罗德岛 及马尔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一样富有 并有能力争取自身利益 事实上 借助影响深远的通信和信息战技术 它们将比骑士团站得更稳 我们还将探讨 其他一些分散型的主权模式 在这些模式中 小型团体可以租赁弱小民族国家的主权 经营他们自己的经济庇护所 就像今天被广泛许可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一样 在未来 怎样描述主权个人之间 以及他们和残留的政府之间的关系 可能需要一套新的道德词汇 我们猜测 当这些描述新型关系的术语成为社会的焦点时 很多来自20世纪民族国家公民时代的人会非常生气 国家的终结和个人的非国有化 将使一些曾经被热烈拥抱的理念变得没有市场 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为这些理念的前提是即将被淘汰的权力关系 随着虚拟社区的凝集力越来越强 他们将坚持依照自己社区的法律去承担责任 而不是某个前民族国家的法律 仅仅因为他们碰巧生活在那里 就像在古代和中世纪 同一地理区域内 多种法律体系将再次共存 在火箱大炮面前 身穿盔甲的骑士 妄图维护自己的权力 注定一败涂地 同样 现代的民族主义和公民概念 也必将被微处理技术所终结 他们会落得一个滑稽的下场 就像15世纪神圣的封建主义原则 在16世纪沦为笑柄一样 在转入2000年之后 20世纪所珍视的公民观念 对新的几代人来说搞笑且不合时宜 21世纪的唐吉科德 不是为复兴封建主义而战斗的骑士 而是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官僚 一个满脑子想着审计公民的税吏 编区March法律的复兴 除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我们很少把政府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的实体 因而现代人对主权的范围及其可能性的直觉已经萎缩了 在过去权力往往是分散的 管辖是重叠的 不同类型的实体行使着主权的一种或多种属性 在这种权力等式中 很难有某个集团能稳定地保持垄断地位 名誉上的最高统治者 在下面并没有多少权力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现在比民族国家弱小的政府 他们在地方施加权力的垄断地位 就面临着持续的竞争 这些竞争曾经改变了控制暴力和吸引效忠的形势 而新的改变很快就会出现 当领主和国王们的势力单薄 往往就会出现一种现象 对同一块边境地区有一个或多个团体主张权力 而任何一方都无法占据决定性的支配地位 在中世纪 有很多的边疆或边区March 在这些地方 主权重叠 暴力丛生 边区在欧洲存在了几十年 甚至几个世纪 广泛存在于凯尔特人和英特兰人控制的爱尔兰地区之间 在威尔士和英格兰 苏格兰和英格兰 意大利和法国 法国和西班牙 德国和中欧的斯拉夫人边境之间 以及在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 和格拉纳达的伊斯兰王国之间 边区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和法律 在下一个千年 我们很可能会重温他们 在边区 由于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当局 住在这里的人很少交税 更重要的是 他们往往可以选择遵循谁的法律 通过宣誓或封租等法律方式 这些法律概念和方式 现在都不复存在了 我们认为 他们将会成为信息社会法律的明显特征 超越国籍 在民族国家之前 要隶属存在于世的主权数量 是很困难的 因为行使权力的组织多种多样 错综复杂 这种情形将会再次发生 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 领土之间的分界线 往往被划定得非常清晰 并固定为边界 到了信息时代 边界将会再次模糊不清 在新的千年里 主权将再次被分割 新的实体将会出现 他们将会履行部分 被我们认为专属于政府的职能 其中一些新的组织 如圣殿骑士团 和中世纪的其他宗教军团 可能会掌握庞大的财富和军事力量 但并不控制任何固定的领土 他们的组织原则 将与国籍完全无关 中世纪宗教团体的成员 和领袖 他们在欧洲各地的统治权威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 都绝非来源于国籍身份 他们具有不同的种族背景 宣誓忠实于上帝 而不是同一种族成员间的亲缘关系 赛博空间的商业共和国 你还会看到 具有半主权地位的商人和富人的协会 将再次出现 例如中世纪的汉萨同盟 在法国和弗兰盟集市上 经营的汉斯同盟 后来吸纳了60多座城市的商人 汉萨同盟 在英语中是一个重复的命名 执意为联盟是同盟 由日耳曼商人行会组成 为其成员提供保护 以及谈判贸易条约 在新的千年里 这种实体将重新崛起 代替苟延残喘的民族国家 在不安的世界提供保护 促进契约的旅行 简而言之 那些满脑子20世纪工业社会 公民神话的人 对未来的期望会遭到挫败 其中包括对民主社会的幻想 这些幻想曾经让天才和智者们 都心持神往 他们假设的前提是 社会应该以政府希望的 任何方式演进 当然最好能根据民意调查 和严格统计的选票 过去的50年 完美正确地体现了这一点 但现在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就像生锈的烟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公民神话不仅反映出一种思维定势 认为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工程方法解决 也表现出一种错误的信心 以为在未来仍然像在20世纪 资源和个体在政治强权面前脆弱不堪 我们对此表示怀疑 我们相信市场的力量 而不是政治上的多数 将推动社会进行重新的自我配置 以某些公众舆论既不理解也不欢迎的方式 到那个时候 认为历史将向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观点 将被证明是多么的天真和充满误导性 因此你必须重新看待这个世界 这至关重要 由外向内看进去 重新分析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从而获得新的认识 当传统思维和现实脱节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超越传统思维 那将沦为迷失方向的猎物 迷失方向是未来的流行性疾病 它导致错误的决定 进而威胁你的事业 投资和生活方式 宇宙 当我们了解它时 就会获得奖励 当我们不了解时 就会遭到惩罚 当我们理解宇宙的规律 就能心想事成 幸福快乐 反之 如果我们跳下悬崖 试图振臂飞翔 宇宙会令我们粉身碎骨 杰克 科恩 和伊安 斯特沃特 Jack Cohen 和伊安 Stewart 打开新视野 要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做好准备 你必须理解 为什么它将与大多数专家 告诉你的不一样 这需要仔细研究 社会变革的隐形原因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尝试了一种 非正统的分析方法 称之为大政治研究 Mega Politics 在之前出版的两本书 《血流成河》 《Blog in the Street》 以及《大精算》 《The Great Reckoning》中 我们提出来 社会变革的最重要原因 不存在于政治宣言 或者已故经济学家的声明里 而是隐藏在改变权力的 运行边界的要素之中 通常来说 气候 地形 微生物和技术的微妙变化 会改变暴力的逻辑 它们变革了人们组织生计 及自我保护的方式 请注意 我们理解世界变化的途径 与大多数预测型专家的 都大相径庭 我们不会假装 在某个特定的主题上 比那些在上面 投入了整个职业生涯 积累了高度专业知识的人 懂得还要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不是任何方面的专家 与此相反 我们是从外面看进去 堪称门外汉 我们是在做出 预测的主题的周边 进行研究 最重要的一点是 看到必然的边界 划在哪里 当边界发生变化 社会必然随之改变 无论人们是否心甘情愿 在我们看来 理解社会演进的关键 是抓住决定 是否使用暴力的成本要素 和回报要素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段 从狩猎部落到庞大帝国 都是由大政治的各个因素 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然法则 无论何时何地 生命都是复杂的 羔羊和狮子之间 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在边缘展开互动 如果狮子突然更加迅猛 就能捕获现在抓不住的羊羔 如果羊羔突然长出翅膀 狮子就会饿死 利用和抵御暴力的能力 是左右边缘地带生命体的 关键变量 把暴力放到大政治理论的核心 是完全有必要的 对暴力的控制 是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 都面临的最大困境 正如我们在大精算中 所写到的人们之所以诉诸暴力 是因为能够得到回报 可以说 一个人如果想要钱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拿别人的 一支军队夺取油田 和一个暴徒抢夺钱包 完全是一回事 就像威廉普莱费尔所说 权力总是寻求 通往财富的最现成的道路 那就是攻击 已经拥有财富的人 繁荣富裕所面临的挑战 正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 掠夺性暴力 能收获丰厚的回报 战争可以改变一切 它改变规则 改变资产和收入的分配 甚至生杀与夺 暴力确实好使 就是这一点 让它难以被遏制 从这些角度思考 帮助我们成功预测了 一系列的事态发展 而这些发展 是消息灵通的专家们认为 绝不可能发生的 例如 1987年出版的《血流成河》 是我们研究 目前正在进行的 大政治革命的最初尝试 当时我们认为 技术的变革 正在破坏世界权力的 平衡和稳定 我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美国的优势正在下降 这将导致经济失衡和经济危机 可能再次发生1929年式的股灾 这个观点遭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否定 然后短短六个月内 1987年10月 全球股市迎来了 本世纪内最猛烈的抛售和震荡 我们告诉读者 等着看共产主义的崩溃吧 这一次专家们又笑了 然而 1989年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柏林墙倒塌 从波罗的海到布加勒斯特 共产主义政权 被民主革命扫荡一空 我们解释到 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 从沙皇手里继承的多民族帝国 将会不可避免地分崩鼻息 1991年12月底 锤子镰刀旗最后一次 从克里姆林工降下 苏联不复存在 在里根政府进行军备竞赛的高峰期 我们指出 世界即将迎来全面的裁军 人们要么觉得荒谬 要么觉得不可能 然而 在随后的七年里 出现了一战结束后 最大规模的裁军 当北美和欧洲的专家 都指着日本 相信政府可以成功地控制市场时 我们不以为然 我们预测 日本金融资产的繁荣 将以破产而告终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 日本的股市崩溃 价值被腰斩 我们还认为 它最终的低点 可能相当于甚至超过 1929年 股灾华尔街遭受的89%的损失 从中产家庭 到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投资者 当每个人都相信 房地产值涨不跌的时候 我们警告说 房地产的崩溃即将到来 四年之内 由于房地产衰退 全世界的房产投资者 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 早在专家们还没意识到的时候 我们就在血流成河中指出 蓝领工人的收入在下降 而且肯定将长期持续下降 在我们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 差不多十年后 沉睡的世界 才终于开始意识到 这是真的 美国的平均时薪 已经低于 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时的水平 1993年 按定值美元计算 美国年平均时薪为 18808美元 1957年 当艾森豪威尔 第二次宣誓就职时 美国的年化平均时薪为 18903美元 虽然事后证明 血流成河里的预测惊人的准确 但是仅仅在几年前 他还被那些固守传统思维的人 认为是无稽之谈 1987年 新闻周刊的一位评论家 把我们的分析 视为是对理性的不假思索的攻击 反映出工业社会后期封闭的精神氛围 你可能会觉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 像新闻周刊和类似的出版物 会认识到我们的分析路线的价值 看到他揭示出 一些关于世界变化的真知灼见 根本没有 和血流成河一样 大清算的第一版也遭到敌视 被嗤之以鼻 多家类似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 断然否定我们的分析 认为他们就是你的笨阿姨在唠叨 随他们笑吧 事实证明 大清算中预测的 并不像传统的味道士所假称的那么荒谬 让一变化的 这种笨的人 主持人 我们的笨 导致的笨 成统 砍